走吧 我们有个女朋友 今年偶像剧 恶作剧之吻 男女主角 正元唱林依晨 睽違16年 再度同框 掀起粉丝 满满回忆沙 其实当然就是跟老朋友见面 是非常非常放松 对吧 很开心 我自己是在电视上 先看到小桌门广告 就哎呦 哎呦 看来会一起就是出席职责会之类的 就我自己很兴奋 近期林依晨在新戏当中 挑战优别以往清纯可爱 林家女孩的角色 精湛演技获得不少观众好评 当然是很新戏啊 因为它真的是一部好剧 那虽然我的角色 可能表面上看起来 也没有那么讨喜 不要再讲了 不要爆雷 OK 我要自己去看 还没 我要等到播完了以后 再一起躺在我的沙发上 把它追我 除了戏剧工作满档 同时身兼母亲媳妇女儿等多重身份角色 林晨坦言经常分身乏术 很多地方你都要去忙 要去顾 要去周全 所以你会好像忙得团团 居然焦头烂了 但有时候不太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我知道我在忙什么 但就是会分身乏术的感觉 难得同框的两人 分享彼此工作生活点滴 观众们也十分好奇 何时有机会再度看到他们 通台标系 明星文 中文不懂